花莲市一名男子骑乘自行车上路 途中却无故朝路边住家乱丢石头 吓得民众赶忙的报警 而警方随后在附近的篮球场 找到这名犯案的男子 发现他浑身酒气 不仅不配合警方的调查 还入骂远警 最后被依妨碍公务 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等追贤 移送法办 执行远警在公园找到 对民众住家乱丢石头的冯姓男子 不过男子一身酒气 根本不配合警方查验身份 你要不要报身份证啊 那我就带你回去 我们勤务处所查证身份 不然我们要强之力了 不要这样子 好好配合东西 加点 骂我们脏话 叫你配合你 骂我脏话 呛下远警标骂彰化 男子被警方当街压制 依妨害公务现行犯逮捕 带回警局 5月2号下午 这名冯姓男子骑着单车 在花莲市国心六街 无缘无故对着路边住户丢石头 警方获报到场 根据民众描述在附近公园 找到这名喝得醉醺醺的冯姓男子 通报所内同仁 调阅监视器追查 并在十分钟内 于中山公园发现 符合特征之男子 本所立即上前盘查 过程中男子拒不配合 并入骂执行远警 所以依妨碍公务罪予以逮捕 被逮的冯姓男子 不但酒后失态 警方还在他身上 搜出毒品及吸食器 由于男子恶作剧乱丢石头 加上入骂执行远警 又长毒被捕 远警征序后 依法将他移送地检署侦办 记者众文报道